顾广昌却是福星集团董事长 虽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身份却足够大咖 蛮喜欢找太奇打太奇 黄金律却和他称称到底 和中国很多成功民营企业家一样 顾广昌的出身极其普通 说的在准确点 那却是个子穷 顾广昌有两个姐姐 可当时中国娶了多数能做家庭一样 两个姐姐很早就出去回家 靠边草鞋拿到市场上外 帮父母专家养家 顾广昌在领导的福星集团 在上海中是不断功臣为敌 越作越强 顾广昌成为上海台上的超富明星 在东洋老家 顾的母亲和姐姐 是向她的回挂张乡 光顾要做 我挂张都会抱一下家乡 我觉得家乡的事情 比较复杂 我妈妈有妈妈的想法 我爸爸有爸爸的想法 想的不一样 你做了不做 都很够大 但在过往昌开来 被家乡出钱处理可以 自己又不差那点钱 但借此到处显摆宣服 却换完不行 被家乡出钱处理 被自己终续母亲捐款可以 但必须尽可能保持地道 再来人希望有了钱的过往昌 能够在这里加上光顾要做 现在看来 有钱也不能到处闲买 所以在光顾要攒 其实就是闲买 人有钱了 干嘛要去闲买呢 这后小编表示 欣赏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